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陈文章 未来大学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打破学系的边界 让不同学系的学生可以经由 校学室、院学室、领域专长模组 得到不同的专业训练 将来的话,毕业以后可以得到领域专长的证书 或者是另外一个校学室或院学室的学位 未来大学简单地讲,它就是一个新的学习场域 在这里面呢,我们给学生更多的自由 去探索他的学习的兴趣 然后去决定去选择他的领域专长 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 未来大学就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 台湾的未来大学主要是要能够培养 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快意专长的领导人才 那我们台湾大学在未来大学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特色就是 让同学们可以设计自己的领域专长模组 也可以设计自己的学层 让同学们成为真正跨域自有自主学习能力的领导人才 我想学生近来都是有不同的专业 首先他要在自己的专业能够固本身化 其次的话,藉由学校所建构的跨域的学分学层 领域专长模组 教学士,院学士,或者是荣誉学生 能进一步的话培养他跨域的专长 那接下来的话,藉由海内外的系业或者是研发机构 来实践他所学习的前面的专业或者跨域的专长 最后变成是我们一个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领导人才 那我们在规划未来大学的时候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拆除掉 以前存在于高等教育当中的极度很高的这个高墙 这些墙存在哪个地方 第一个,存在系数之间的界限 以前大家进入到一个学习里面 你就是按照他的规划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读完以后毕业 但是你如果要做跨领域的学习就相对的困难 因为你的选修的学分少 然后在制度上也不容易达到 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跨领域的学习 其实在现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解决很多现代的这个问题 都需要跨领域的知识 以前一阵子发生的是COVID-19的打疫苗的事情来讲 我们从全世界的现象里面去观察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打疫苗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医学的问题 它还牵涉到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甚至文化上面的问题 对跨领域的学习其实非常的重要 帮助我们解决未来的问题 也帮助我们去创造未来新的知识 第二个我们要拆掉的高墙 它是存在教师和教师之间的这个边界 那以前我们要学习一门知识 我们就必须在特定的时间 到特定的教室里面 去跟特定的老师来做学习 但是现在的未来的学习 我们希望让这个时间 还有场域都能够更自由化 你可以在自己安排的时间 利用网路的科技来去做学习 甚至我们可以跟国外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 未来我们都希望利用网路的科技 利用远距教学的方式 让我们不再受到这些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我们在家里面都可以随时的上网学习 第三个我们要拆掉的高墙 就是存在于校园和产业之间的高墙 以前在学校里面 我们就是专注课本知识的学习 跟产业之间的互动比较少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所谓的这个产学落差 那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 那么因此我们希望把这堵墙拆掉 让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就知道产业界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可以根据产业的这个需求 我们回来调整我们自己学习的步伐 学习的方向 学习的步骤 让我们的学习能够解决产业面临的问题 让我们的这个知识 能够真的落地生根 那另外一个墙就是存在于 我们在校生和毕业之前的那堵高墙 以前学生毕业之后 就不容易有机会 有管道回来学校里面再充电 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 以前的知识的半衰期 大概是15年左右 但是现在知识的推陈出新太快了 所以也就是说 大家毕业了5年10年之后 其实非常需要到学校里面 再重新来充电 那么因此我们让这个校友 返校的这个学习呢 变得更容易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管道 那我们要打破这些高墙 然后要建立更自由的弹性的学习方式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在于我们建立了领域专长 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模组 好 领域专长是什么呢 领域专长是由4到5门课 12到15个学分来组合起来的一个学习模组 那这个学习模组它有非常精准特定的议题 那课程的设计是从浅到深 从入门到最后一门课 我们叫做CabStone 一个重整的课程 让学生能够利用这4到5门课的这个组合 能够对一个专业知识有很清楚的这个掌握 那利用这个领域专长 学生在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主轴 我们一个学习可以有不同的领域专长 比如说以经济系来讲的话 它现在有这种政策分析的领域专长 有Data Science这个资料分析的领域专长 还有这个数量方法的领域专长 所以你在系里面学习的时候 你的目标 你未来要达成的目的 都可以很清楚地被定义出来 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做跨领域的学习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利用领域专长这些帮我们 已经定义出来非常清楚的模组 能够让我们很精准地去做跨领域的学习 那特别是在做跨领域的选修的时候 我们的学分数通常很有限的 所以如何利用这个有限的学分数 来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领域知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各个系所 他们所组合帮你规划好的这个领域专长 就可以轻易地来达成这些事情 校学室就是在我们整个未来大学计划里面 打破制度 放松制度 放松的最宽的一个制度 那它就是利用四到五个领域专长 或者学分学层 来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 你自己想要攻读的一个学位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乐高的这个积木 我们领域专长就是这一块一块的积木 但是你必须利用这个积木 不同形状积木拼出来一个有意义的形象 那么经过申请合可之后 我们还会有导师去辅导你设计这个课程 那如果获得通过了 那你就可以有你自己的定义出来的一个学位 那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领域专长为例 我们全校已经有251个领域专长 那从111学年度毕业的学生来做计算的话 我们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学生 都领有领域专长的证书 其实整个未来大学的制度里面 还包含了其他的非常有弹性的学习制度 除了我们刚提到的领域专长 还有校学士 院学士之外呢 还包括譬如说 我们的创新设计学院里面的 创新领域学士学位学程 我们有未来教士的建设 我们有学习规划办公室 我们还有校友返校学习计划 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 其实都在我们的未来大学计划里面 等着大家来探索 其实我们未来大学计划 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台大启动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跟创新设计学院 也就是D School去合作 那举办了很多的座谈会 去汇集师生的这个意见 形成共识 然后就开始一下巷子来做 让我们来成立一个未来大学计划 推动办公室 那这个办公室有两个使命 第一个就是在台大校园里面 继续去深化我们未来大学的工作 往下扎根 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要把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再扩散给台湾其他的这个学校 让我们做出来的成果 也能够被他们来分享 就像一棵大树 我们不仅要往下扎根 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职业扩散出来 让其他的学校也都能够获得好处 未来大学计划办公室 它是一个规划的单位 但是它在实际执行的时候 需要很多横向的跨领域的协调合作 那这些合作的单位 包含了教学发展中心 学习规划办公室 教务处 还有我们的创新设计学院 那所以这些单位组合起来 我们就把它称为 未来大学推动基地 那我们未来大学计划办公室 办了未来大学的论坛 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分享 他们在国外做的高教的创新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把我们过去 在未来大学里面 所推动的一些创新的工作 把它记录下来 把我们的经验记录下来 还有怎么去实施 它的SOP记录下来 将来希望能够出版工具书 然后形成我们未来大学的NTU Model 在接下来的未来大学工作里面 我们现在正在推动的 是我们叫做课程标杆计划 这个课程标杆计划有多重的目的 其中一个是看看 能不能够降低他们的必修学分 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 去做跨领域的这个探索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学习利用这个机会 去检讨他们的课程架构 和课程内容 他们是可以根据台湾的需求 我们去重新设计课程内容 课程架构 也可以拿国外顶尖大学的教学的 内涵教学的大纲 来做参考 来重新设计一个 能够和现在全球顶尖大学 并驾齐驱的学习内涵 那这样子呢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领域专长 校学士 乐学士 好像就是一个新的食谱 它不同的这个做菜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的 客层标杆计划 就如同是把我们的食材也更新了 那所以就是有新的食材 再加上新的食谱 未来就可以带给我们学生 新的知识享宴 台大未来 希望是能够 我们能够打造我们台大成为 世界级的学府 来展现我们百年的荣耀 我们希望同学 进入台湾大学之后 不只是在专业上 能够有所进步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借由跨语学习 国际视野等等 来培养我们的学生 能够胸怀理想 勇于追梦 成为各行各业 未来的领导人 欢迎同学们来台大 利用我们的未来大学 创造你自己的未来 如果各位同学 喜欢我们的影片 麻烦也把我们的影片 能够分享给不同的同学 也帮我们按赞 如果对我们未来大学的影片 有任何的建议 也欢迎随时留言给我们 谢谢